我們先看看人手方面的安排 特別是現在疫情嚴峻 尤其是各個照顧系統似乎不夠人手 特別是長者方面 連日來都有很多不同的消息 包括入住了隔離中心的照顧 在院舍上的照顧 以及他們的接種情況、染疫情況 我們請來這位嘉賓 就是社福界的立法會議員迪志遠 跟我們聊天 早安 迪志遠 早安 早安 大家說現在人手真的不夠 無論公園醫院或私家醫院 他們都說因為疫情的關係 人手也不夠 另外隔離中心也是 我們看到一些長者方面 他們需要入住隔離中心的照顧 似乎都出了一些問題 你們自己怎樣看這件事呢 很明顯就是疫情帶來人力上的壓力 因為過往譬如我們照顧老人院 我們有100個老人家 我們有幾十個同事去照顧他 沒有問題 但是疫情爆發之後 照顧度就會增加了 我們可以多些人力 要照顧患病的老人家 再加上也有些同事感染了 他們留在家裡休息 一加一減之下 人力壓力很大 再加上因為面對疫情 無論醫院政府都去找人手 如果人力的市場是這麼多 人力的man power pool是這麼大的 大家搶來搶去 大家又要增加人手 那就真是增多了少了很嚴峻 原本政府說 找國內找些人 千個人下來 增加人力的資源 但是似乎這方面的做法 都不是很成功 現在都是百多個 接下來希望又多些 但是和想像中 無論速度和數量 都是沒有預期那麼高 那情況之下 現在壓力就很大 嗯 其實現在都是 旁邊的設施都不夠 雖然說長者都優先 但部分可能在院舍確診之後 都要繼續留在院舍一段時間 我看到有條件比較好的院舍 自製附壓病房 黏膠紙、抽氣線、土炮式 很靈活 那這些措施其實 是不是政府都可以支援一下 提供一下技術 或者意見 以致協助 有些條件好些 都叫做盡量騰到房 做了病房 分開了確診了的長者 那是不是一些可行的做法 當然這些都是 所謂我們說的自救運動 自救安排 因為早前 差不多老人年 直接爆發了 都有兩個禮拜的事情 兩個禮拜 我們都已經叫救命 但可惜那段時間 可能政府的準備 是不夠的 所以 就算很多老人院叫救命 他都 他幫不了手 打電話又打不到 打到電話都說 你自己搞 那 於是同事沒有辦法 自己想辦法 自己找人力 怎麼搞好自己的場地 染疫和染疫 怎麼盡量分開 但是坦白說 老人院 今天 大部分老人院 都居住的環境 都比較擠迫 設備的 沒有那麼完善 如果是一般沒有 沒有那麼嚴重感染的環境 那我們還可以 一個很好的照顧 但是當你有感染環境之後 我們對老人家的 患病者的照顧 場地安排 或者是設施的配合 保護衣等等 都要有很大的不同 這些不是很多老人院做到 譬如有些老人院 它有四層三層這樣 那就可以分開一層層 或者是有右邊的翼 左邊的翼 你可以分開兩翼 但是不是很多老人院 是有這樣的條件 特別是私家老人院 那環境 一般都是比較擠迫 所以這些自救運動 是有人做到 但是不是大部分做到 我想問一下 迪志遠其實現在 特首都說 會將出現個案的安道院社 提供 亦隔離這些安排 將院內未感染的長者 搬到兩間未入伙的院社 這個做法 其實適不適當 又特別是 能不能夠解決現在的問題 都有幫助的 但是有些少少為時已晚 因為有九成的院社都感染了 剩下的部分都沒有感染 都是一個幫助來的 但是都遲了 因為有些朋友說 昨天都收到電話 說 好像你有一個個案 老人家是沒有感染的 不如安排你過來這邊 好嗎 那同事都說 對不起 那個人都感染了 這樣 都有幫助的 但是可能都是屬於小部分 就是不是一個徹底解決 我覺得你要所謂 將一些老人家隔離 或者同事隔離 如果有些空間 是給一些沒有感染的 叫疫隔離的 這是一個做法 但是幫助不會非常非常大 但是同時間 應該有些隔離設施 被感染了老人家 因為老人家的照顧 是需要很多 如果一個老人家 有部分的感染了老人家 去到一些隔離設施 那個院人手雖然是緊張 但是有部分老人家 可以去到其他地方 僅有的人手 照顧現有的老人家 就比較沒有那麼吃力 所以一來又可以有多些隔離 令到互相感染減少 而也都減低了現在 因為人手不足的老人家的壓力 因為老人家被多安排其他隔離設施 我覺得要幾條線走下去 但是安排有感染的老人家 那些措施 還未進行 還未進行 希望要快 因為分別要別增 現在每一天三餐 你只餵飽一些確診病人 長者都已經頭痛了 一直說一方有難 八方支援 內地護老人員的進展是怎樣 什麼時候真的填補到前線呢 現在政府計劃一千個 但是一千個 據我所初步了解 都是幫政府那些隔離隊設施 或者一些雜坡設施 還未安排一些人力下去老人院 所以這個是一個情況 不是針對到老人院 我覺得政府找那些人 現在他們透過市場中介的機構去找 即是在市場去找的 這個呢 你知道現在國內人 都很珍惜自己的身體 或者經濟 不是說我們想像中級 他們都不是很緊張錢的了 所以找人要透過市場去找 很明顯現在兩個禮拜 看不到很大的成果 你看看另一個角度 政府透過國家的提出要求 然後由一些有系統的組織 或者半官方機構 去做這些醫護人員 就很快 幾百幾百這樣下來 這個可能找人的方法要轉一轉 這些護照顧員透過一些組織 在市場 國家也好 組織的動員也好 或者政府組織的動員 效果會大很多 大家都會有心去做事 不是因為市場的想法 這是一個想法 第二 老人院本身真的要增加人壽 現在我知道有些機構社聯 就向那些學生挑武 有些讀醫護 那些學生可以招呼 可能都有幾百個學生可以運動 那我認為政府要幫手這些機構 提供一些資源 或者大家都號召 那除了醫護的學生之外 比如讀社工可以不可以呢 讀心理學可以不可以呢 那你擴大那個市場 那個吸納的能力 那另一方面 我們都有二十一位立法會員 就開 也都搞一個感召的義工運動 就是聘務多些義工 那現在我們 短期內已經聘務了一百個義工 那今天都明天 這兩天我們都在義工開始下去 那些老人院幫忙 以義工身犯 那每天就大概四至八個小時 下去幫忙 那都是用不同的方法去招募 因為你一定要擴大的人力的提供 才幫助他今次到的問題 我們希望未來十天 人力增加足夠 穩定了 患病老人家 如果沒有患病的能夠保護他 那過渡到一個緊張的時間 那整個數目大大減少 那這樣數目大大減少 那希望過渡到這次的難關 嗯 迪主任 我想問一問 你自己看回 我們經常說安道服務都不夠 我們人口老化這個問題 其實真的很嚴重 那經過這次事件之後 是不是都有很多地方需要改革呢 很明顯呢 整個人力的安排是不夠的 真的呢 其實這件事呢 十多年來都是這樣的了 我們都很多時候跟政府談 人力不夠 怎樣可以解決呢 在制度上啊 或者在培訓上怎樣加強呢 直至到倒幾日 特首終於說了一句話 他說一路來說呢 老人院都是不夠 渡人手是有20%的不足 那他就是 正正式式講的數字 但是你講的數字呢 是作為理由找人難 不是這樣的意思 就是說 一向都不夠人的了 所以找人難 都是這樣的現象 是這樣的意思 你就是應該 在想辦法怎樣增加 長遠來講 下一個階段 我們要跟政府談 因為呢 根本現在沒有年輕人進入這個市場 嗯 很多退休的人 一些機構都要求他 哎呀你60歲 多做兩年啦 幫幫忙 是不是要增加某方面的誘因呢 這個 一定要啦 因為呢 其實這個 護老的服務呢 年輕人可以好好參與 將它變成一半專業的一個系統 有個培訓是有質素一些的 那麼很多人都要做護士 護士的工作都很大壓力啦 或者護士工作都是可能有少少 業務學性的行業 那麼照顧老人家其實很有意思的工作 也都是專業工作 也都是一個職業階梯的 我不是進來呢 幫你餵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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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萬元這樣五年後 又是兩萬元沒有進升機會 是這樣的想法 那麼外國都有一些制度的 外國老人院我見到一些很多年輕啊 或者很有活力的 很專業的去為老人家服務 你建立這個專業的解體 那麼你就容易吸入年輕人去做 你找一些退休的人做 或者年紀大的人做 其實都是吃力的 因為你父母啊 餵飯啊 老人家的照顧呢 都要體力和很多千月知識才行 那麼再加上呢 你護士人手 現在司管局又要欠人 司街院又要欠人 那麼你那些老人院的護理人員 是沒有競爭力的 因為我沒有很多眾生的機會 那麼你也都學習機會比較少 又能夠吸納到年輕的護士來幫忙 那麼這些種種來說 都不是今天提出的問題了 不過特首終於告訴我們 我原來呢 持續來說 老人員都有20%的人手 他都知道這個問題所在的 對啦 那麼你知道你就要做 等一下你不要知道 哎呀是這樣的啦 所以呢 找人好像很難 好像很合理的解釋 那麼我想 好啊你講了之後呢 我們疫情過後 社會穩定之後呢 我們追你這條數了 那麼你20%有什麼辦法先 好嗎 那麼你好像這樣 日日加薪都解決問題的 現在這兩倍三倍薪薪請人了 那麼當然疫情是另一個問題 但是平時呢 我們都請不到人 人工都不是解決問題 那麼行行都沒有年輕人入行 香港好像人口紅利沒有了很久 建築地盤又請不到人 連警隊都請人 都要經常招募 那麼所以其實那個情況呢 就真的是 社會結構的問題 人口結構的問題 那麼我們已經到三角了 那麼就是這個情況 希望在立法會繼續跟我們跟進啦 迪志遠 好啊有機會再邀請你跟我們聊天 謝謝 謝謝